好了 干吗 您先别借动 先冷静一下 这件事啊 我们慢慢再说 是啊 妈 您的血压 好不容易下来了 别生气了 对了 一安 你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在公司 老见不到你人 上班时间 你都到哪儿去了 我还能去哪儿啊 我当然是去 拜访客户了呀 你是企划部主任 你又不管业务 你拜访什么客户 那 我总得帮业务部 宣传一下 咱们公司的新产品 新计划什么的吧 真的吗 一会儿啊 我到公司 我可要问问 业务经理哦 爸 您这是干吗呀 还查人家的班 太丢人了吧 您让我以后 怎么在 我们公司里工作呀 现在 可是上班时间啊 哥不在公司 您还不赶快回去作证 那我就去公司一趟 就别气了 好好休息 知道了 你去公司吧 走了 爸 我顺便再让张阿姨 给妈倒杯牛奶 李翔 从前和姨安是一样的 对我总是那么体贴 也爱跟我撒娇 可现在呢 现在全变了 为了那个女人和我斗气 她简直就变了一个人 我都快不认识 自己的儿子了 干妈 我知道您关心乙香 可是您老这么骂她 恐怕对事情 一点帮助都没有 反而把她越推越远了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你都看到了 她现在拿我的话 就当耳边疯 心思全在那个甜心身上 我能不气吗 李翔确实不对 要不是我没有立场 我也替您骂她几句 可是李翔这个人的脾气 您也了解 吃软不吃硬 我们要真把她逼急了 恐怕对谁都没好处 那我不骂她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我 要我说呢 李翔和甜心 现在是感情最甜蜜的时候 我们要硬让她们分开 说不定啊 会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 要不然我们就 万个方式 换个方式 您呢 就先答应让甜心进周家门 再让她自己知难而退 到时候呢 别人就只能说是甜心 适应不了周家的生活 不能说您是不讲道理的 这样也不会伤了 您和李翔之间的感情 你说得有道理啊 看来我是得换个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情才不对 一强 你可别怪姐夫啊 说话不客气了 你那个妈 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们的婚礼都办了这么久了 还不许你们去领结婚证 这太不讲道理了吧 好了 我们有什么资格骂人家吗 本来嘛 就是他们两个太大意了 以为先办了婚礼再补办结婚证 没什么差别 结果现在出事了吧 婚姻也不被认同了吧 这除了怪他们自己 还能怪谁 再一个啊 一强 你爸爸妈妈今天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你和甜心撒谎 用假怀孕 来争取到这个婚礼 你说 要换了我们 我们不也一样生气吗 对对对 当初我就说这件事情 会被揭穿 会被揭穿 你看现在事实证明了吧 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姐 一乡是不对 可是他那么做也是为了我 你们就不要再怪他了 我知道他疼着你 护着你 我很高兴 不过错了就是错了 你们再这么吵下去 这事情只会变得 越来越糟糕 这样 赶紧回去跟他们赔礼道歉 求得他们的谅解 姐 我太了解我爸妈的脾气了 就算我现在回去 跟他们道歉认错 他们也不会 原谅我 让我跟甜心去领证的 那你们也得回去 求他们原谅啊 直到求得他们原谅为止 不然你们俩以为 这样可以回避多久啊 算了 这一趟啊 我带你们俩回去 我陪你们去道歉 姐 是我跟隐香做错事 怎么可以让你陪我们 去道歉呢 是啊 姐 我害甜心变成了剑靶 已经够难受了 万一你陪我们回去 我妈一着急 又说出什么伤人的话 这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行了 你不用过意不去了 做错事就要勇于承认 不管你妈说什么我都认了 心心做错事 就等于我这个姐姐没有交好 我也的确有必要 代表女方 去向亲姐道歉 真的假的 老婆大人啊 你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 推到风口浪尖上啊 这乙祥的妈妈 她那个人你也是清楚的 她那张嘴啊 得理不饶人啊 你这一句可能 想要个全尸回来都不容易哦 反正我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随便她怎么骂吧 行了行了 我得先拿包去 告诉你们啊 侃妮姐这次 真是为你们豁出去了 但是到时候啊 你们要帮帮她 不然的话她会很难过 老婆我来帮你 走吧 走 来了来了 妈 妈 亲家母啊 亲家母好 别乱叫 谁是你亲家母 怎么 说不过我去搬救兵去了 哦不是 亲家母您误会了 我不是来跟您吵架的 呃 我是带着甜心跟隐祥 来给您赔礼道歉的 嗯 这件事情呢 确实是他们做错了 呃 年轻人嘛 做事情呢 想得不太周全 还希望您看在他们 是善意的情况下 您大人大量 原谅他们吧 也好给甜心一个机会 让他以后能够 好好的伺候您 嗯 今天太阳 嗯 从西边出来了 嗯 我说这位甜大姐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我记得那天在医院 是你张牙舞爪的 跟我大喊大叫的 怎么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爪弯呢 你又想打什么主意啊 嗯 妈 你可不可以讲话 不要这么带刺啊 姐和姐夫是真心诚意陪我和甜心 来向你道歉的 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好好地解决嘛 是 是 妈 您看 您看 田家大姐 姐夫 都陪着哥跟嫂子来给您道歉了 可见 他们是真的有诚意 何况 哥跟嫂子的感情这么好 就算嫂子这次是假怀孕 我相信啊 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 是是是 大家都是亲家 是是是 您就别再赌气了嘛 是 是啊 干嘛 干嘛 妍安说得也有道理啊 我真的很生气 原来呢 以为很快就可以抱孙子了 可是现在竹篮打水一场哭 我就不信换了你们 你们会没事 啊 生气生气 换了我们肯定也生气 对对对 所以呢 我把他们俩狠狠地给骂了一通 这个骂也骂过了 毕竟婚姻不是儿戏 刚才姨安不是也说了吗 他们俩感情好 不就抱孙子吗 很快就可以的 是是是 有句话你说得不错 婚姻确实不是儿戏 所以啊 这个婚事 我必须重新考虑 啊 那亲家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既然田馨和乙祥 他们都诚心来道歉了 这次啊 我就原谅你 太好了 太好了 妈您终于消气了 咱们家终于不用再吵吵闹闹的了 妈 谢谢您肯原谅我们 以后我们不会再有事瞒着妈了 亲家母亲家母 哎呀 没想到这次您这么好说话呢 真是没想到 就是没想到嘛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虽然我原谅他们了 这并不代表我接受田馨了 我需要时间来考验田馨 看她合不合适做我们周家的媳妇 那这 那那亲家母这样说 田馨想跟乙祥结婚 还要接受什么考验啊 难道还要过五关斩六将 有点整人吧 没事 只要妈愿意给我赎罪的机会 不拆散我跟乙祥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也一定会尽好做媳妇的本分 让妈接受我的 妈 既然这样 是不是让我和田馨 先把结婚证给领了吧 对对对对 我都说了 田馨现在可以住进家里 你着什么急啊 对对对对 不用这么着急 不用这么着急去领结婚证 对对对对 现在最重要的是 让你爸妈消气 能够接受田馨 我相信以你们俩的真心实意 肯定会打动亲家母的 对吧亲家母 想要打动我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要看田馨她今后的表现吗 我累了 我先上去休息休息 亲家母慢走 亲家母慢走 这下可好了 太好了 哥 嫂子 妈总算消气了 至少消了一半 你们要加油 一安 谢谢你 我哥喜欢 我就喜欢 真会说话 这句话我爱听 我说雨翔 我发现你妈这次 这次挺好说话的 不像上次那样 蛮不讲理 可不是嘛 说真的 我跟你姐早就考虑过了 如果她不肯原谅你们 就算跪下来 我们也要求她答应 姐 姐夫 谢谢你们 总算是事情圆满解决了 我也心满意足了 唉 姐 姐夫 真是不好意思 还让你们两个 陪我来一起跟婆婆道歉 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说什么呢 我赔礼道歉 不过就是一会儿的事 倒是你 在周杰的日子以后 还长着呢 我说你婆婆 怎么突然间变得 这么好说话了 我都不知道她以后 要怎么考验你了 你以后做事要警醒些 多留点心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听见没 嗯 我知道 行 折腾半天你也累了 快回去吧 嗯 去吧 路上小心啊 行了 去吧 嗯 哇 老婆大人 嗯 我今天对你的表现 完全是另一眼相看 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你居然可以忍辱负重 忍无可忍 没有下一句 但是总之 看见你们两个姐妹的情深 我差点都感动得很累了 行了行了 瞎感慨什么 谁忍了 我根本就不想忍 我要不是为了新鲜 我忍她呢我 你没看刚才那个死老太婆 我呸 明明是她儿子 终以降洒的谎 凭什么怪新鲜 要不是怕新鲜以后 在周间日子难过 我就跟她没玩我 真是我踹 我踹死她我 老婆 行了 希望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不要再出什么麻烦了以后 好好好 叫车 不知道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考验我 不管怎么样 为了以降 我一定要努力地讨妈欢心 人心是肉做的 只要我努力 妈早晚会感动的 那我就祝你早日达成愿望了 方桐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情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跟一湘 去做身体检查 我骗你什么了 叫你们去做身体检查 确实是干妈 让我传话的 再说了 其实我知道你没有怀孕 可是我还是没有去告状 还帮你们掩饰 没想到你居然还用这种口吻 来质问我 真是好心美好抱 是不是好心美好抱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说你帮我掩饰事实 但事实上 你根本就是拿这件事情 当把柄 好比以降跟你拍结婚照 不是吗 还有 如果你早就知道我没有怀孕 为什么要做那些不要给我恨 你根本就是故意害我 肚子疼进医院 好让医生 揭穿我假怀孕的事吧 天哪 天心 你怎么会用这么恶毒的想法 去向别人哪 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单纯的人 给你喝的确实是补药 我想让你补身体 好让你早点怀孕 这样就可以不用骗干爹干妈了 没想到你身体虚不受补 吃了补药竟然会拉肚子 这能怪我吗 再说了 每次干妈让你做事的时候 不都是我帮你拦下来的吗 你怎么还能说是我害你呢 你这张嘴太厉害了 我说不过你 不过我知道 你没爱好心 算了 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不过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可一直都是真心实意地在帮你 你以为这次干妈突然间让你留下来 是她自己一个人想通了吗 是我在帮你说话 她才愿意妥协的 你说是你劝妈让我留下来的 天心 我不奢求你能感谢我 但是我不希望你把我当成敌人 我可一直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方童说的话 到底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我都分不清楚了 妈 多吃点 这几天啊 我们家发生了很多事 现在呢 总算所有的争执都平息了 遗霞 你妈昨晚跟我说了 她答应 让甜心留下 她也劝我别生气 我也同意了 你妈都让步了 你就该机灵点了 别没事 就跟我们吵吵闹闹的 把一个好好的家 弄得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爸 妈 对不起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的 妈 来 对吃点 天心啊 天心啊 你跟以翔不能办结婚证的事 我尊重你妈的决定 不过我希望 你能加把劲儿 尽快地 通过你妈的考验 这样我们周家 才不至于委屈你 嗯 嗯 谢谢爸 我会努力的 妈 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行了 昨天不是谢过了吗 我还没老到得剑王症 嗯 太好了 暴风雨终于过去了 我们家又可以恢复平静了 哎 你们两个吃快点啊 要上班了 爸 我吃饱了 您等我一下 我也吃饱了 拜拜拜拜 吃饱了 我走了 等一下 嗯 雨翔 工作加油 嗯 我一定会的 嗯 我不在家的时候 要多听妈的话 多训练她的意思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哥 走了 来了 上班了 嗯 哎 你找哪位啊 你好 我叫郑云 是甜心的朋友 请问她在吗 她在客厅 进来吧 好 谢谢啊 甜心小姐 嗯 有客人找你 甜心 啊 郑云 你怎么来了 来 我来看看你啊 坐 嗯 你穿成这样 还拖地 你家不是有阿姨吗 啊 我之前在店里忙惯了 所以 进了这个家之后 我闲着也没事做 就拖拖地做做家务 没事的 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记不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老公买了一栋房子给我 嗯 你知道那栋房子在哪儿吗 在哪儿 离这里就隔着几栋房子 我们称邻居了甜心 邻居 嗯 你是说你先生 卖了这里附近的房子 对啊 过几天我们就搬过来了 搬来的那天 我会举办一个小情茶会 想找几个朋友 一起去热闹热闹 之前 我已经把邀请函 交给甜妮姐了 她 应该没有跟你说吧 嗯 确实没有 所以今天我来啊 是把邀请函 亲手交给你 甜心 甜心 你怎么了 哦 没事 正云 恭喜你 我会尽量抽出时间去参加的 好的 谢谢啊 嗯 对了 甜心 前几天我听说你在家门口 差点被撞了 你没什么事吧 哦 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过马路的时候没有看到车 所以就被撞到了 只是一点小伤 没事了 哦 那就好 那你以后自己要小心一点啊 甜心 又偷懒了 嗯 妈 拖地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妈 我正好有朋友来找我 所以 伯母您好 我姓郑 是甜心的朋友 你们聊天聊够了吗 哦 伯母 我就是过来问候一下甜心 啊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先告辞了 我先走了 那我就不送你了 没事 你忙吧 你记得要来啊 他是你什么朋友 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他叫郑云 是我服装店的合伙人 刚好他也在附近买了房子 最近有搬来住了 所以 他特地来邀请我 参加他们乔迁之喜的茶会 真难得啊 你还有买得起 这种地段房子的朋友 不过我警告你 我最讨厌那些三姑六婆 来传门了 你呢 最好少让那些狐朋狗友 上我们家来 为什么圆平会在这儿 买房子呢 到底是巧合 还是 爸 我今天中午 约了妈和方桐一块吃饭 你也一起来吧 哎呀我很忙 你们去就行了 哎呀爸 哎呀 反正我不管 您今天中午一定得陪我去吃饭 你总得给我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吧 哎呀哎呀哎呀 你们要去吗 我要工作啊 那 人家就是想介绍个朋友给您认识吗 我就知道 你成天不见人影 晚上又很晚回家 肯定有问题 我问你 你要介绍的朋友我认识吗 爸 您去了不就知道是谁了吗 您不说话就算是同意了啊 你答应我去啦 嘿嘿嘿 爸 我想您汇报一下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哎 爸 那既然 哥有事找您 我就先出去了啊 爸 我刚才和您说的事 您和任何人都不准说 嗯 不准说啊 嘿嘿 哥 我走了啊 爸 刚才乙安跟你说什么 哎呀 女孩子啊爱撒娇 哎 报表给我看看 哦 来 这个月的月季 怎么掉了这么多啊 对不起啊爸 我这阵子 比较忙 公司的事情有些疏忽了 哼 你呀 只要一扯到感情 就失了准头 还逼些奇怪的谎言欺骗父母 我对你呀 真是太失望了 幸好你妈的情绪已经平复了 要不然这场家庭风暴 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呢 爸 我知道我便应该说谎 但我那都是善意的谎言啊 如果您真心爱过一个人 您就会明白 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老爸要是没爱过人 我跟你妈 怎么会生下你和乙安呢 那既然这样 你就应该可以理解我这种 这种想要不顾一切 保护自己心爱的人的那种心情了 爸 我是真心地想要和甜心在一起 这不是儿戏 陛下 爸年轻过已恋爱过 你的苦衷我能体会 总之 总之 事情都过去了 眼下 你要你妈原谅你们 让你们领结婚证 只有一个法子 那就是在工作上和家庭上 都要有好的表现 让你妈挑不出一点毛病 这样你妈 才会真心地接纳甜心 知道吗 我知道 谢谢爸 我会努力的 自己检讨检讨啊 谢谢爸 嗯 我猜啊 乙安应该是介绍男朋友给我们认识 就是不知道他交往的对象到底是谁 这个嘛 我倒是心里有点数 你知道啊 那干嘛不早点告诉我 你急什么呀 一会儿来了 不就知道了吧 干嘛 别着急嘛 来 先喝点茶 干嘛 他们来了 爸 妈 方桐 这 就是我要给你们介绍认识的朋友 他叫梁飞 周董好 伯母好 方小姐 你好 乙安啊 一直卖关子 不肯透露 他要介绍谁给我们认识 其实啊 我早就猜到了 果不其然 乙安 原来你要介绍的朋友 就是梁先生啊 你们都认识啊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 公司电脑中毒的事吗 他就是那位立了大功的工程师 现在也就是我们公司的IT部门的经理 梁飞 原来你就是那位梁先生 对 咱们别站着说话 上桌吧 坐 来 谢谢 乙安 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先生的 其实 我跟梁飞 真的挺有缘分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俱乐部里 我不小心掉进了泳池里 是他救了我 什么呀 那次是梁先生不小心撞到你 害你跌进泳池 他救你是应该的 是啊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那次巧合 我才有机会认识 这位颜小姐 好 后来啊 我跟方彤约了一起去看演唱会 她呢 却放了我鸽子 害得我在外面急得直跳脚 没想到 我就又遇到了梁飞 当时 她正好多了一张票 就把票让给了我 然后 我们就一起去看了演唱会 还有一次 我跟乙安一块出去吃饭 又赶上那餐厅 排得很长很长的队 然后呢 突然看到了梁先生和她朋友 我们就不用排队吃饭了 要不然啊 乙安一定饿扁了 我早就猜到你们两个 不只是一般的朋友 乙安 今天你这么正式地 把梁飞介绍给我们认识 你们两个 是不是打算正式地开始交往啊 伯父 伯母 我对乙安是真心的 希望你们可以同意 让我跟乙安交往 我发誓 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地对她的 梁飞 我们做父母的 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能找一个好人家 过上好日子 所以我就直接问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是做什么的 有车子 有房产吗 妈 您别这么势力行不行啊 爱情不是这么衡量的 梁飞虽然家里什么都没有 可是 她是真心爱我 对我好的 不管怎么样 我认定她了 说什么呢 乙安 你跟她交往才多久啊 你就认定她了 要是我跟你爸不同意你们交往 你是不是也要学着你歌 跟我们唱反调 闹意见啊 妹 伯母 我想 乙安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要是反对的话 我可以马上离开乙安 因为我不想让乙安为难 梁飞 我不准你这么说 乙安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是我后来到公司去 帮忙解决网络中毒的时候 才知道你身份的 我当时 说实话 我挺担心门不当户不对的 所以 我那个时候才决定 要疏远你 可是我没有想到 让你受到了伤害 而且 我自己都痛不欲生 所以后来当你找我 跟我表白心意的时候 我才决定要跟你在一起 如果是你 你可不想到你 他也不想到你 我的自然 你不想到你 我不想到我 你不想到我 那我妈妈 全部都给他 而且我相信 凭我自己的努力 我一定会有自己的事业 干嘛 其实呢 我见过梁先生几次 觉得他挺绅士 讲话也挺有文化的 虽然他现在是个穷小子 但是他有一技之长 又是热门行业 我想啊 只要我们给他机会和帮助 他以后前途 一定会无可限量的 再说了 一安那么喜欢他 你就成全他们吧 给他们一个机会 方桐 我是被你们的深情感动的 如果到时候 你们修成正果 可别忘了包个大红包给我 老公 你怎么说 其实 梁妃在咱们公司 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 我仔细地观察过他 感觉他 很努力 也很勤奋 刚才 他说的这段话 让我觉得 他对乙安也是认真的 所以我同意 让他们暂时地交往试试 爸 谢谢您 干妈 我看梁先生挺好的 你就答应他们交往吧 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梁妃 你给我听清楚 我现在同意你们两人交往 并不等于我同意你们结婚 以后啊 你要是有一点点对不起我们乙安 或者是伤害他 我马上会让你们分手 放心吧 伯母 我疼爱乙安都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伤害他呢 我发誓 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乙安 保护乙安 来 伯父伯母 我敬你们一杯 爸 妈 我也敬你们一杯 谢谢你们 来 扎阿姨 扎阿姨 有事吗 今天中午没做饭吗 太太和小姐都不在家 我当然就不做了 可是他们不在家 我还在啊 田小姐 我是收聘来的 是帮先生和太太他们一家人 做家务整理的 却不包括你这个外人 抱歉了 我还有事情要做 先去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